字幕 茂雅 、華盛雅 很很好的懂得知到他們一起 我們今天很高興 有黃文武士、黃沈忠學士在落 Claudio 對於很多流氈的人來說 可能都會落差 因為過去兩年 他每年都來幫助我們的 在這個神經掌握 來教導我們 今年就是第四三年 我們非常感謝 西方牧師是臺灣的文徒訓練神學院的 曾經是臺灣文徒訓練神學院的院長 也是在歐洲華人神學院的文徒教的院長 現在也會學多了 但是還是到直接各地去幫忙不同的教會 在不同的地方來教導神經 是非常有經驗的一位正經老師 我們經過不少的牧師講到 是講底神經,但是華牧師是我人最有修養的 是政治上的都很佩服了一位的主類的同工長輩 所以非常難得希望大家正式在剛剛第一世代 從澳洲轉了一趟 然後到三個月停的一天就過來幫忙 他跟我的同年比我少年長 我知道我年紀這樣是韓國旅行 有需要讓我來說好幾天休息才能講的 剛剛我們是下飛機 禮拜五才到禮拜六昨天就跟我們講的 早上一趟晚三一趟 所以非常難得正式的機會 所以等一下大家不要打課的水 睜開眼睛好好聽 就是把握一個機會 今天就很棒了 全大致命中報告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自己的说话吸引我们的心 今天早上我有感动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以爱胜恨 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两处的经文 现在我要请大家一起读《福所福》第二章十三经到十七经 现在我要请大家读《福所福》第二章十三到十七经 我没有打在屏幕上 所以要请您分开身体 我没有打开眼睛上 所以要打开你的圣经 《福所福》第二章十三经到十七经 《福所福》第二章十三经到十七经 如果找到了 请我们一起来读 以往都会再打开这个 都找到了吗? 找到了请你 一圣经的一天 一天中间人类的上帝儿 如今在基督对宿里 抱着他的血 以及禁得自信 一旦使我们的能够 将两下偶尔的依应 还会把中间门到的侠 而且你自己的身体非要被走 就是那记在平常上的味道 非要将两下之间的尺体造成一个新能 如此变成旧了和母 记在十字架上变得被走 便接着十字架上会为一体 与伤多好 并且来传多一个主义 也有能力的主义 也有能力的主义 求我们地头祷告 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啊 感谢你 亲爱的主啊 感谢你 因为你为我们成就了和母 因为你为我们成真了我 主啊 今天早上求你将那和母的真理 主啊 今天早上求你将和母的真理 放在我们的心中 知道让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知道可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 传和平的福音 传和平的福音 用药推给你 愿荣耀归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这个刚才有过的机会 刚才是头弹 刚才都过的机会 对不起 这个影响 好 三个多月前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 三个多月前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想各位李兄姐妹都非常温馨 就是反送中的运动 就是反送中的运动 已经三个多月过去了 这个世界已经有点变质 这个世界有点变质 不再是百姓和政府的冲突 不再是百姓和政府的冲突 现在香港大概分为两派 一派支持政府 一派支持游行的人 很多的暴力发生 我住在香港的学生 到现在香港很多的年轻人自杀 告诉我听 很多人在香港的年轻人自杀 曾经一个礼拜只能有十几个年轻人自杀 我想他们心中的压力是很大的 我想他们心中的压力是很大的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从香港来的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从香港来的 有从中国来的 有从中国来的 有从台湾来的 有从台湾来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同样的民族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同样的民族 所以我们心中一定为这件事情相当的忧郁 实际上今天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冲突的事件 实际上今天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冲突的事件 我随便拎一下 随便拎一下 至少可以找十几件这个世界的严重冲突事件 至少有十几件这个世界上严重的冲突事件 我想我们处在美国的最危险就是美中的贸易战 在美中的最危险就是中美的贸易战 目前美中有贸易战 韩国的最危险也有贸易战 不单是中美的贸易战 韩国的全部都有贸易战 还有最近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更紧张 而且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不紧张 阿富汗的关系更紧张 阿富汗的关系也更紧张 印度跟巴基斯坦现在很严重的冲突 我想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世界十几个地方 都有可能随时引爆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个世界有十几个平方可以随时引爆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实际上这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当然不要讲外面美国的本土也有一些问题 根据同计美国从1月到8月底 根据同计美国从1月到8月底 已经发生了十九次的无差别暴力事件 已经发生了十九次的无差别暴力事件 你们知道什么叫无差别? 这个杀人事件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无差别事件? 我在街上随便杀人不是因为我恨这些人 就是我想要杀人 就是因为我想杀人 不是这个人跟我有错 不是这个人跟我有仇 是他心中有怨恨的情绪 他心里有很怨恨的人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到处满了冲突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 今天的世界到处满了冲突 如果你要我形容这两千或五千年代的历史 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人类五千年的历史 其实我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人类五千年的历史 人类五千年的历史在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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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 战争 从古到今 你看战争是不断的 从古到今 战争是不断的 美国前总统卡特讲的非常有意思 美国前总统卡特讲的非常有意思 他前日子因为美中贸易战 他跟现在的总统特朗尹 有一点电话的联系 他说美国今天有212年的历史 美国今天有240年历史 只有16年没有战争 美国一直在打仗 美国一直在打仗 现在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有军队 现在美国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军队 战争是非常耗财的 耗钱的 战争是很浪费的 所以怎么会不让中国慢慢打飞过去 因为中国这些民都没有战争 所以为什么不会被中国追上来 因为中国总统也没有战争 而跟你要说我们在三个世纪 有两次世界大战 你知不知道这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吗 你知不知道这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差不多2500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差不多2500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将近6000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将近6000万 所以你可以看证战争是很恐怖的 你可以看到战争很好 也就是说今天人类的意思就是一部战争史 中国近100年来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战争 中国近100年来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战争 战争就是一种冲突的机制 就是冲突到最后的结果 战争就是冲突的结果 我再来反思人类的进步 或者人类科技的发展史 我再来反思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科技的发展史 我在评论上冲突的进步和人类科技的发展史 实际上就是军事武器的发展史 人类科技的进步就是冲事武器的发展史 今天你看所有的高科技都是跟军事武器挂钩的 今天的高科技都是跟军事武器挂钩的 不仅科技的发展是跟军事武器挂钩的 实际上我们今天一般人所娱乐的电影也好 电动玩具游戏也好 通通用冲突帮助它的主题 甚至我们看电影的电动模拟游戏 都是用冲突做它的主题 你看电影最喜欢看什么片 你看电影最喜欢看什么片 小说喜欢看《西部变武侠片》 小时候喜欢看《西部变武侠片》 现在喜欢看动作片 这些都是冲突 这些都是冲突 我这个题目上 上面是World in Conflict 这是一个电动玩具的游戏 这是一个电动游戏的游戏 它的题目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所以小孩子天天在那边玩冲突 所以小孩子天天在那边玩冲突 长大的游戏就是冲突 那我就不讲这么多了 我们实在可以知道 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冲突到结果就是发生战争 冲突到结果就是发生战争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我今天要从圣经跟大家做一些根本的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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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第五十章 刚才我们看了《创世纪》第五十章 《创世纪》第五十章 在上帝创造人类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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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亚当没有遵守神的建议 我们知道亚当没有遵守神的建议 所以就从一人过来吃气 所以就从一人过来吃气 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一个家庭悲剧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家庭悲剧 那个家庭悲剧是亚当的大儿该把他的弟弟给杀成 悲剧就是亚当的大儿该把他的弟弟给杀成 这是创世纪的起头 刚才我们读的故事 是创世纪的结尾 我们知道创世纪最后一段就是讲约瑟的故事 我们知道创世纪最后一段就是约瑟的故事 约瑟的故事怎么发展 约瑟的故事怎么发展 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 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 你看弟弟被哥哥给卖掉 你觉得这是家庭悲剧吗 这当然是家庭悲剧 当然是家庭悲剧 所以创世纪的起头和结尾 告诉我们两个悲剧 所以创世纪的起头和见语 和我们讲了两个家庭悲剧 这两个悲剧就是讲到人类的冲突 这两个悲剧就是讲到人类的冲突 所以第五十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就是最后一个悲剧的收尾 这个收尾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雅各射尼 第二个重点就是雅各射尼 第二个重点就是雅各射尼 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不希望大家读到上司机所为的时候 轻轻功功地把它读过去 我希望大家读到创世纪美的时候 会轻轻恶恶地读过去 圣经实在是宝贵的启示 要把人类根本的问题讲出来 然后我们看见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见约瑟的回答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人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给卖掉 那是他们自己的私心 所以你们过去卖我是出于你们自己的意思 那就是人的意思 那今天跟我们来求教 还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从他们的思想看得很清楚 爸爸已经死掉了 爸爸已经死了 我们的保护没有了 我们的保护没有了 如果今天我们不求劳 如果我们今天不求务 约瑟是埃及的宅相 又不是埃及的宅相 大概我们的命就不保 但靠我们就没有命了 所以他们按照这次的意思来求弟弟 饶送牌 所以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求弟弟 要说 约瑟提到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上帝的意思 约瑟的眼光跟哥哥们不一样 约瑟的眼光跟哥哥们不一样 他看的是上帝的意思 他看的是上帝的意思 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大概会这样说 按照自己的意思他大概会这样做 这下可不好了 今次好了 你们终于来跟我求了好了 你们终于来求求了 你们知道过去卖过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吗 你知道过去卖过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吗 他大概会借这个机会 把自己多年的痛苦发泄出来 他大概会借这个机会 把自己多年的痛苦发泄出来 但是约瑟不是这样说的 但是有生命的能力做 他说神的意思远是好的 他说神的意思远是好的 约瑟是从神的意思来看他过去的照明 他在看哥哥们把他给卖掉 所以他心里没有怨恨 他心里没有怨恨 第三个他讲到人岂能代替神呢 第三个讲到人岂能代替神 这个重点非常重要 今天人很大的问题就是要做上帝 今天人很大的问题就是要做上帝 约瑟虽然是贵为埃及的诊相 又失虽然是鬼魂 而埃及人才会上帝 他说我岂能代替神 他说我岂能代替神 我不能代替神 我不能够代替神 决定人命运的是上帝 决定人命运的是上帝 不是我 所以他这边讲的三个重点 他在这里讲了三个重点 我再说这三个重点非常重要 我再说这三个重点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人的意思 第一是人的意思 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思维 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思维 第二是神的意思 第二是神的意思 这是蒙福的一条 这是能复一条 第三是人不能代替神 第三是人能够代替神 这是我们都该有的认识 这是我们都应该有的认识 现在我要把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做一点 所谓 我现在要将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做一个修明 这个故事在位置上是创世纪的结尾 这个故事的位置是创世纪的结尾 它是在描维创世纪的总归纳 所以如果你读了创世纪 读都读到第五十三 这个 就是说如果这个创世纪 可以读到第五十三 这一段前面对整个创世纪做了一个修明 这段经文对创世纪做了一个修明 告诉我们创世纪到底在讲什么 实际上这个故事也是人类一切悲剧的缩影 就是说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 人类一切的悲剧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见人类一切悲剧到底是一回事 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只剩一条路 我们人类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我们要体会神的意思 我们要体会神的意思 这是经文的重点 这个经文的重点 我刚刚今天早上能不能把这个讲清楚 所以我希望今次就可以把这个讲清楚 首先你要去思想 人类悲剧怎么会发生呢 首先我们两位人类的悲剧怎么会发生 我可以说今天所有的悲剧都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可以说今天所有的悲剧都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角度去看问题 你从你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 你从你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 他从他的角度去看问题 所以在你的角度去看问题 我们说从自己的思想来看问题是什么不对 我们去看 我说我们从自己的思想去看问题是什么不对 我有聪明智慧 我当然可以判断 我有聪明智慧 我可以判断 把人送回到大陆是不公义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公义的说法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公义的说法 甚至在教会里面牧师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甚至在教会里面牧师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现在香港的教会都分成两派 有一类人说要执行神的公义 第一类人说要执行神的公义 有一类人是反对因为要顺服政府 第二类人说反对因为要顺服政府 所以你看我们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你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人的看法是正确的 今天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纷争 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 如果人的思维是健康的 如果人的思维是健康的 人的思维是正确的 特别从启蒙运动以后 高举理性 觉得我们人的理性是非常可靠 但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理性不可靠 但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理性不可靠 因为我们的良心已经昏暗 因为我们的良心已经昏暗 我们的良心已经被罪给遮夹 我们的良心被罪所遮够 所以我们看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里面 其实有很多私心的思考 所以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里面有很多私心的思考 这个私心的思考怎么出来 因为私心的思考里面出来 就是回到创世纪的起头 就是回到创世纪的起头 亚当为什么堕落 亚当怎么样堕落 他吃了分别善恶恶的果子 他吃了分别善恶恶的果子 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严重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那么严重 吃了一个果子那么严重 吃了一个果子那么严重 他的严重不是那个果子本身有毒 他的严重不是这个果子本身有毒 他的严重是人吃果子的时候 人所做的事情 人所怀有的态度 你知道那条蛇怎么引诱夏娃吗 知不知道那条蛇怎么引诱夏娃 你吃了便如神一样 你吃了便如神一样 他的意思是夏娃 你不要再听上帝的 你靠自己就可以 他意思是夏娃 你不要上天上帝 你靠自己就可以 你才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人吃分别三个属以后 我们所有的生命 这个就是人吃了分别是夏娃娃之后的生命 我是最大 我是最大 唯我独尊 唯我独尊 自我忠心 自我忠心 所以你看这是他的本性 所以你是这个人的本性 我们所有的人思考问题 大概基本上都从自己这个惩罚点 人所有的人思考问题 大概都是从自己作为出发点 我们很少会从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 我们很少会从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 我们中国有句话 中国有句话 人不自私天助地面 人不自私天助地面 我们人的败坏还要为自己找理我 人败坏还要为自己困理有 如果我不自私 上天都要来惩罚我 如果我不自私的话 上天都要惩罚我 有这种事情吗 有这种事情吗 有没有这种事情 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 但这件事情说明了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忠心的思维模式 这件事情说明了 每个人都有自我忠心的思维模式 所以从川普的角度来看问题 所以川普又从川普的角度去看 美国这么伟大的国家 怎么能让别人赶上 美国这么伟大的国家 怎么可以被其他国家讲上 每一个国家都在说 美国优先 或者中国优先 或者法国优先 每个国家都可以说 美国优先 或者中国优先 或者法国优先 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 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 所以实际上讲人的心就问爱 所以圣经说人的心就问爱 我们来看约瑟的哥哥 为什么要爱约瑟 我们来看看 为何约瑟的哥哥要拜约瑟 这是他们的亲生弟弟 这是他们的亲生弟弟 因为约瑟告诉哥哥们 我做了一个梦 因为约瑟告诉哥哥们 我做了一个梦 因为约瑟告诉哥哥们 我做了一个梦 他现在说我们要拜祂 他竟然说我们要拜祂 这个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 我们把它卖 他将它卖 这是自己的思维模式 这是自己的思维模式 也是全世人所有的共同问题 这是全世界人所有的共同问题 我们再来看圣经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圣经一个例子 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 耶稣基督被钉子架 我想第一节目都很熟悉 耶稣基督被钉子架 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 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 他没有一次叫一个人 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他有一次叫一个人 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这是何等可以的神迹 这是何等可以的神迹 但是当那些记事长们 知道这件事情 刚刚那些祭司长们 不知道这件事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怎么说呢 我们先读 耶稣福里11章48经 我们先读 我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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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注意到吗 我先读 耶稣行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神迹 其实我们有一个金键的神迹 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这些祭司长们都说 哎呀 主耶稣你太伟大了 这些祭司长们不要说 主耶稣你太伟大了 你行了这么美的一件事情 你行了这么美的一件事情 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他们想到的是 我们的土地要被别人夺走 他想到的是 我们的土地要被别人夺走 因为太多人跟从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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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那天开始 他们就想要杀耶稣 所以从那天开始 他们就想要杀耶稣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对人的罪信 认知够清楚 所以我们对人的罪信 认知够清楚 我们就知道今天 为什么世界到处有冲突 我觉得有一句话讲非常好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人类所有的灾祸 都是人的灾祸 人类所有的灾祸 都是人的灾祸 不晓得你同意这句话 不知道你同意这句话 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药明 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药明 我们看见今天气候的问题也好 我现在看到气候的问题也好 种族的冲突问题也好 种族的冲突问题也好 实际上都是人的灾祸 实际上都是人的灾祸 如果人不爱惜 上帝赐给我们的环境 如果人不爱惜上帝赐给我们的环境 当然自然界就会反抗 当然自然界就会反抗 所以所有的灾祸都是人的灾祸 所以所有的灾祸都是人的灾祸 所有的根源都是人的问题 所以根源都是人的问题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说都是人的问题 但我们千万不要说都是别人的问题 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这个问题中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这个问题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更需要谦卑 所以我们更加要谦卑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 我很早的时候 大概只有七点钟 楼下有个暗门里 我住在四楼 有一天很早七天钟的时候 你讨厌 有一天很早七天钟的时候 你讨厌 我一回答原来是一对夫妇的姊妹 弟兄姐姐姐来看我 我马上请他们上轮到我的办公室 结果看见两个人的脸都是黑黑的 表示情绪非常的低沉 表示情绪很低沉 当然这是夫妻叉嫁被我说的 不用说了 就是夫妻眼的 好 我就请他们说说看 大陆是怎么回事呢 我就请他们说一下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各回答三个字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各回答三个字 我觉得很有意思 到今天我都没有忘了 根本就没有忘记得了 丈夫说都是她 都是太太的问题 太太说都是她 所以你看夫妻之间生死 看到的都是对方的问题 所以夫妻一张照片都对 对方的问题 我想今天香港反送中的问题 大概有差多了 所以我们最容易归咎一三个字 都是别人的错 我们最容易归咎于别人 都是别人的错 所有的灾祸都是人的灾祸 所有的灾祸都是人的灾祸 但是约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但是约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我岂能代替神 我岂能代替神 我们不能对这些事情 用自己的理性做完全损缺的判断 因为人的灾祸就是从人要做神开始 因为人的灾祸就是从人要做神开始 我刚才讲了蛇祸又下巴 与吃了便如神一样 我刚才讲了石祸有效 我说你成了就好像神 人要扮演神做断病的角色 常常出问题 所以宝珀就提醒教会 所以宝珀就提醒教会 什么事情都不可以论断 因为真正能论断的是上帝 因为真正能论断的是上帝 我们人怎么能够代替神 我们人怎么能够代替神 我们的眼光太有限 我们的眼光太有限 我们的知识太有限 我们的知识太有限 那这是耶稣的第一个提醒 这个是耶稣的第一个提醒 也是圣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也是圣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我们不能够代替神 我们不可以代替神 那第二个 第二个 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 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他的意思 他从上帝的意思来看他过去的照片 他从上帝的视觉来看自己的照片 所以耶稣的心中没有错愚 只有怜悯 所以他的心里没有忍恨 只有怜悯 为什么他看见哥哥们说这样 他就哭了 为什么他看见哥哥们说话 他就哭了 因为他里面买了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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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点都没有迷你 他一点都没有迷你 如果我们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 一定越想越生气 如果你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 一定要忍一忍 我又没有得罪你们 为什么把我给卖掉 我又没有扯罪你 为什么卖掉我 他越想越悲哀 你一定是越忍越悲哀 我怎么命这么苦 为什么我最不能这样子 怎么会被自己的哥哥给卖掉 他会被自己的恐慌卖 所以他在监牢里面 后来他又被陷害坐在监牢里面 他没有犯任何为的错 如果是你 你会这么想 如果是你 你一定越想越生气 你一定是越忍一忍 上帝啊 你的公义在哪里 我没有犯罪 你看 这个摩提法的妻子引用我 我都没有跟踪他 你看这个摩提法太太太 我都没有跟踪他 我尊行你的道 我尊行你的道 你怎么让我坐在监牢里面 你会不会怀疑上帝的故意 你会不会怀疑上帝的故意 你会不会每天在那里抱怨 你会不会每天在那里抱怨 你会不会每天在那里伤心 你兄姐妹 这都是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因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落入去怕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落入去 愤怒 自卑 自怜 在这些情绪中 不能够知道 在这些情绪中不能够自分 因为我们从自己来看问题 因为我们从自己来看问题 约瑟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问题 又是从上帝的角度看问题 你觉得他有天天在生气吗 有没有觉得他每天在那里生气吗 你觉得他有天天在愤怒吗 他有没有每天在那里愤怒呢 我相信是没有 我相信是没有 他不是非常简单 道理很简单 如果约瑟天天落在痛苦的情绪里 如果我约瑟天天落在痛苦的情绪里 那个监狱长可以看见他爸 这个年轻人都一样 所以我可以把一切交给他管理 那个菩提法也是一样 这个被卖成为狐狸的年轻人到他家 这个被卖成为狐狸的年轻人到他家 他一定看到的不是一张醜美苦恋的年轻人 他看见他一定不是一张醜美苦恋的年轻人 所以他立刻高升约瑟所为他的总管 所以他就是高升又失识了他的总管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要我们走出自己的自怜自爱痛苦的情绪 有一条很简单的路 有一条很简单的路 就是相信上帝 就是相信上帝 要从上帝的角度看问题 要从上帝的角度看问题 我跟你们讲一个失败的建设 我和你们讲一个失败的建设 有一阵子我跟我那人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有一段时间我和太太的关系也很紧张 我这个人的嘴巴也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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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得灵不难 我常常是得理不严的 我的姊妹很痛苦 我的姊妹很痛苦 过有一天她会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有一天她跪在上帝面前祷告 她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 她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 她信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她信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一上帝之间她里面的情绪不见 一上帝之间她里面的情绪就不见了 她用一个完全健康的情绪来对待我 她用一个完全健康的情绪来对待我 这下人都不反省 一下人都不懂我又反省 我说这些话伤害她 怎么我的太太没有变得那样子 我这些话伤害她 但我的太太没有变得 所以我也开始留意我自己的言行 所以我都开始留意我的言行 所以感谢我们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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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负面循环 从一个负面的循环 就进入一个正面的循环 就进入一个正面的循环 所以就变成关系越来越好 就变成关系越来越好 但指出一条上帝的意思里面是好的 上帝的意思越来越好 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给卖掉 我们相信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将它买到我们相信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从我们自己一些不信的遭遇 或者不习惯的遭遇到我们要去认识上帝的旨意 我们要深信上帝的主权 我要深信上帝的主权 好 现在我麻烦请看整个故事 我现在反省看整个故事 其实整个越色的故事我讲的就是一个创世纪的缩影 整个越色的故事我讲的是创世纪的缩影 越色的兄长们到底像什么人呢 越色的国家们是什么呢 我看见越色的兄长们就是今天世纪的缩影 我看见越色的国家们今天被世纪缩影 他们活在自己的意念中彼此斗争 他们活在自己的意念中彼此斗争 扔着来败女上帝 他争着来白脸上帝 来判断他的弟弟 去判断他的弟弟 把弟弟给卖掉 这就是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多的纷争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界有这么多纷争 这么多的冲突 这么多的伤害 这么多伤害 因为我们都跟越色的哥哥们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其实我们跟越色的共和门是一样 但是上帝却安排了越色 但是上帝却安排了越色 越色的经历真的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越色的经历真的好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越色被卖作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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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被无辜的判断监牢里面 又被无辜判到今天那些人 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样的 圣经上讲 他甘心取了人的形象 诗经说 他甘心取了人的形象 成为母妇的样子 成为老婆的样子 最后被世人所卖 被他亲密的门徒给卖掉 而最后还被定死在主架上 耶稣这些经历 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主耶稣所认识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耶稣所认识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也就是耶稣经历了这些苦难 也就是耶稣经历了这些苦难 为了使用我们可以得罪上的救恩 为了使用我们可以得罪上的救恩 我们知道耶稣经历了那些苦难 为耶稣经历了这些苦难 就为当时的世界带来一条活路 就为当时的世界带来一条活路 在七年的饥荒里面 因证耶稣很多人得以存活下去 在七年的饥荒里面 今天也是一样的 今天也是耶稣 我们在痛苦纷争中 常常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常常都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所以香港很多年轻人就自杀了 所以香港很多年轻人自杀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因为他们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弟兄前面 创世基督是在讲创造的故事而已 创世基督不是单单是讲创造的故事 也是在讲上帝爱的故事 也在讲上帝爱的故事 他爱约瑟的兄长 他爱当时苦难中的世人 特别预备约瑟成为七荒失败的拯救者 特别预备约瑟成为一个 该饥荒失败的拯救者 今天他也要爱死上我 今天预备约瑟去世上的日 预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成就 预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 要更重要的 刚才我们读到 以佛所书第二章 刚才我们读到以佛所书第二章 我这一次来是带各位查监狱书信 我今次来带大家查监狱书信 监狱书信最重要的券就是以佛所书 刚才以佛所书那段经文非常宝贵 刚才以佛所书那段经文非常宝贵 讲到耶稣基督定寺的假 不只是为了担负我们的罪 他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旗号 他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旗号 我们到哪里都看见书架的旗号 我们到哪里都看见书架的旗号 是一个拯救的象征 那书架有双向的意义 我们看见书架有两个一合成的 一个是讲到人与神可以开始 可以了 过去我们得罪神 我们远离神 我们活在自己的罪里 那今天耶稣担负了我们的罪里 所以我们可以神和行 这是跟神合一 但上帝的意思不仅是如此 耶稣还为我们创造一个恒的意义 那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鬼 他说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说他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拆毁了那个仇恨的墙 为我们拆毁了那个仇恨的墙 这个世界常常有许多人彼此仇恨 因为世界很多人彼此仇恨 我觉得政客最可恶的事情 我觉得政客最可恶的事情 就是挑动人心中的仇恨 就是挑动人心中的仇恨 让人与人之间彼此仇恨 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耶稣基督来自要拆毁那个仇恨的墙 让人与人之间可以和好 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叫和平的福音 保罗宋传的是和平的福音 这个世界有和平才有希望 感谢主 我们回想一下这件事为什么那么重要 我就想到这个世界有两种力量 我就想到这个世界有两种力量 一股力量是仇恨 恨的力量结果一定是毁灭 为什么在美国有那么多的无差别杀人事件 因为人的心被恨上空 因为人的心被恨所掌控 恨从来不会带来祝福 只会带来毁灭 只会带来毁灭 911事件 为什么那些人开着飞机干约去撞那个时马大陆 为什么人开着飞机干约去撞那个西马大陆 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死掉 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成吗 他们知道 但他们心中也不愧 但他们心里有恨 那个恨上他们觉得我宁愿跟你同事 我肯定到他们觉得我宁愿跟他们同事 这是我们诚语说的欲食俱焚 就是诚语说的欲食虚焚 什么叫恐怖分子 什么叫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就是被仇恨掌控的人 恐怖分子就是被受恨掌控的人 我不晓得各位心中有没有错恨 我不知道各位心里有没有受恨 任何一点的恨意 到最后都会带来你的毁灭 到最后都会带来你的毁灭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生命里有任何恨的根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生命里有任何恨的根 为什么主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 杀人就是毁灭 毁灭不仅带来别人的毁灭 带来自己的毁灭 毁灭不仅带来别人的毁灭 也带来自己的毁灭 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力量 第二个力量就是爱 这个世界上有另一个力量就是爱 一个力量是恨 第一个力量是恨 恨带来毁灭 恨带来毁灭 恨是属魔鬼的 爱带来生命 爱带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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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带来喜乐 爱带来喜乐 耶稣基督为诗人定死在指甲上 耶稣基督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向我们见证那个爱的力量 就是向我们见证爱的力量 爱的力量是生命 爱的力量是生命 爱的力量是平安 兄弟兄姐妹 你经历过爱的力量吗 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经历过爱的力量吗 我认识一位主理的长辈 我认识一位主理的长辈 今天已经安息了 今天已经安息了 这个长辈在世上的时候有两个儿子 这个长辈在世上的时候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大儿子 一个小儿子 一个大儿子 一个小儿子 有一阵子他跟大儿子一起住 因为他很喜欢他的三个孙女的生命 想不到这个媳妇不接纳他 这个大媳妇不接纳他的婆婆 就想尽办法修复他的婆婆 就想尽办法修复他的婆婆 最后这个老子女受不了 他就离开了跟儿子一起住 有一天这个大媳妇欠了别人一笔钱 有一天这个大媳妇欠了别人一笔钱 债主追的盛情 债主追的很紧 他的债主追得很够 他又没有钱还 最后他走投屋 就来找他的婆婆 就来找他的家婆 要求他的婆婆设法帮他还自己的钱 求他的奶奶去帮他还自己的钱 如果你是这个婆婆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这个奶奶的话 你会怎么做 你总之今天可以当初 你总之今天可以当初 先讯他一顿 先教训他一顿 当然这个婆婆也没有钱 当然这个婆婆也没有钱 他就来要求他的二老师 他就求他的儿子 儿子就很奇怪 这个儿子就很奇怪 他说妈妈 那个嫂嫂过去这样对你 他说妈妈 阿嫂过去这样对你 你还要帮他还钱 你还要帮他还钱 妈妈说我何必跟他计较 妈妈说我何必跟他计较 他心中没有困 他心中只有对儿生的爱 他心中只有对儿生的爱 所以他最后要求他的儿子 把这个钱还掉 所以他最后求他的儿子 把这笔钱还了 感谢祖真基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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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爱人的 我们看到爱人的 产生的力量是大 他这个大媳妇终于醒悟过来 原来他的婆婆是这样的不大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彼此相爱 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可以改变我们的困境 他在讲如果今天上帝有眼泪 他说如果今天上帝有眼泪 他一定会为今天世人的目之调 我们讲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们说四海之内家兄弟 人都是上帝创造 人都是上帝所创造 都是源于一个祖先亚当下 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的世界是彼此相爱 但我们今天看见的世界是彼此相恒 因为我们不明白上帝的爱 因为我们不明白上帝的爱 所以上帝可能期待我们明白你的爱 上帝可能期待我们明白你的爱 归向他的爱 他期待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他期待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不是用人的意思彼此对抗 乃是在耶稣基督里彼此对抗 乃是在耶稣基督里彼此相恒 人的冲突是从恨来 人的冲突是从恨来 是从肉体出来 是从肉体出来 是从人的思维出来 是从人的思维出来 如果看见神的心 我们就知道怎样彼此相爱 如果你看见神的心 我们就知道如何彼此相恒 我再说 我再说 这个世界的灾祸是人的灾祸 世界的灾祸是人的灾祸 刚才那句话 接下来有句话 把人的灾祸出去就看见希望 把人的灾祸出去就会看到希望 人的灾祸就是人的意思 人的灾祸就是人的意思 我们把人的意思谈得太高 我们把人的意思谈得太高 把人的意思放下来 把人的意思放下来 体贴神的意思 体贴神的意思 我们就看见希望 我们就可以体贴希望 所以却愿意除去我们的失心 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 除去我们的自以为是 我们都愿意复复在神的自以下 我们再把刚才的新闻图一遍 我们分享一个新闻就有个文字 文字图来 所以你的手里多饿 就给他吃 莫折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的事情 就是在阿弥 堆在阿弥上 民众的非恶出身 但要你善是恶 今天这个世界多时候是被恶语掌控 今天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被恶所掌控 其实就是恨的一种化身 这边神教到你要爱人的仇敌 这里神教到我们要安慰神的 仇敌又恶了给他喝 仇敌又恶了给他吃 喝了给他喝 喝了给他喝 这是一种爱的回应 这是一种爱的回应 所以圣经最后讲到你的药 不可为恶所生 反要以善是恶 那个善就是爱 善就是爱 那个恶就是恨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要以爱圣恨 所以我们要以爱圣恨 好不好?我们一起说 要以爱圣恨 再说点来 要以爱圣恨 所以愿佛借着我们 愿主席着我们 把这个以爱圣恨的真理把它夺出来 将这个以爱圣恨的真理活出 也把这个以爱圣恨的真理 产提给你知道的人 也都将这个以爱圣恨的真理传递给你所识的人 包含在香港的亲友 包含你在香港的亲友 愿我们所有在主里的人 我们在生命里面都可以活成基督的爱 我们的生命都可以会出基督的爱 我们基督祷告 亲爱的人 亲爱的主 你自己为我们成了房调 你为我们成了房调 你为我们最定时在主的家上 你为我们最定时在主的家上 你要我们彼此和好 你要我们彼此和好 你已经废掉我们的冤宠 让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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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们不喜欢的人 爱我们所不喜欢的人 主要求你给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知道我们本就是我们爱的人 让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就是无爱的人 我们要把你的爱活出去 可以将你的爱活出来 传出去 让这个世界被爱来转变 让这个世界可以被爱来转变 荣耀归给你 奉承耶稣的祷告 佛我们其眼神可以在我们里面投歌 阿们 阿们